早晨,歡迎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開市錦囊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高級分析員王偉豪在旁邊 Rafit早晨 見到港股,今晚競價時跌了10點 現在這刻跌了49點 做22,911點 在跟進廣告最新情況之前 都跟大家看看隔晚外方面的情況 昨晚美國及英國假期休市 跟大家看看其餘兩個歐洲股市方面的最新情況 見到歐洲股市是上升 歐洲議會選舉 親歐盟政黨仍然保持多數的移植 另外有更多跡象顯示表明 下週的歐央行將會採取進一步的寬鬆措施 亦都為股市帶來支持 見到意大利股市做好 全日來計急升至近4% 至於發行Halfordex指數升124點 收報在9892點 巴黎卡指數升33點 收報4,526點 至於金格方面 就是靠穩美國及英國 金融市場優勢成家比較淡靜 另外市場都預期 波克蘭大選過後 政局及其他情況都右望漸趨穩定 可能會削到黃金方面的避險吸引力 現貨金方面 就是佈1,292.16美元 上升了11美元 我和Rafi都談談外衛方面的情況 昨天的焦點是歐洲方面 先和你講講德拉吉方面的言論 歐央行總裁也說到 預計他自己也說到擔心通縮情況 也會有惡性循環 似乎他講的言論用字方面 好像嚴重了 之前也擔心通脹低迷 但現在終於說出口擔心通縮的問題 其實會否為接下來有其他動作 寬鬆等等措施來講 可以鋪一條路呢 你又怎樣看他的言論 對 以德拉吉言論來講 和之前有少少不同 因為之前每次議息出來之後的 講話也好 或者公開場合的講話也好 其實就有提到歐元區的通脹水平 但他當時只是不斷地說 登為不起 都只是強調通脹水平是比較低的一個情況 但就沒有擔心通縮等等的問題 但去到昨晚來算 的確在這些講話裡口風上轉了 你見到之前剛才說的 可能擔心通脹比較低 到這一刻來講 其實都改了口風 亦都表明了會擔心歐洲 其實真的會步入一個所謂傳統通縮的周期 即是變成一個通縮的風險存在著 這件事來計算 的確令到市場是有些意外的 但你說這件事的講話 怎樣看到些甚麼呢 或者會預期接下來有些甚麼的舉動等等 其實這樣說無論德拉吉說不說通縮 或者說通脹很低 言論上的差異也好 其實對市場的影響性 我相信就不算太大 因為特別其實 由之前大家有數得見 就是歐元區的通脹水平都真的很低 可能0.5、0.6、0.7這些水平左右 那不要說一流上 甚至不要說歐洲銀行定的2%目標的水位 變成0.幾 自然這麼低的時候大家都不斷說 其實有擔心通縮的問題存在 也都其實由那時開始 都已經曾經叫做 叫做鼓緊或者是憧憬著 其實歐元區在意識會員裡面 接下來都必須做一些舉動 去刺激通脹水平 譬如可能減息 負利率等等很多不同的措施 不同的舉動 雖然那幾下有這些數據見完之後 大家有這個憧憬的時候 最明顯看到其實歐元已經借勢下來了 雖然昨晚有這些說話出來也好 你看到其實歐元的變動不算太大 反而來說 隨著其他的歐洲議會的選舉等等來說的時候 令到歐元反而還借勢 是輕微有一個上升 所以你說 如果以剛才說的實際情況來看 要去到減息 要去做這些舉動 其實就作想難免 雖然下個星期 如果你是歐元央行的意識會議來說 真的有這些舉動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機會 叫做令歐元再輕微震一陣 但如果跌勢來看 我相信未必會太大 因為剛才說得到 始終之前大家預期了 甚至乎拉多少說 由之前大家預期了 到最近來計算 其實歐元對美元回落的幅度 都差不多3% 當然你說多不多 但絕對都說少不算少 變相未來再大跌的空間 其實就未必太明顯 可能有機會借著 下個星期的意識會議 可能再鎮多一陣 但鎮完之後 有機會是借勢 做回整顧之後 會輕微彈回一點 另外歐洲方面 昨天的焦點也下來了 歐洲議會選舉方面 經意在昨晚來說 經意落幕 楚報結果顯示 就是人民黨 以及社會黨 仍然佔過半數的議席 這兩個分別都是中左翼 以及中右翼方面的黨 但大家的焦點 昨天都放在極右翼 以及反歐洲一體化政黨方面 將來可能會影響歐洲議會方面的決策 你又怎樣看這個結果 接下來對歐洲議會方面的決策 有什麼影響 其實以歐洲來說 我相信 接下來都會有一點擔心 比較亂一點 剛才提到 就只是歐元區來說 可能會有減息 有很多中一部的舉動 以至歐元來說 我相信都會比較弱 而這以來 歐洲議會的選舉 更加看到 其實也擔心歐盟方面 在執政上看 可能比較難處理 因為沒錯 在這一刻來計算 所謂的親歐派 依然佔了上風 譬如德國的一個 默克爾所屬的一些 基督教民主黨 民主聯盟 甚至乎意大利方面的一些 五星運動等等 這些所謂的親歐派 沒錯 德培率依然是保持到 佔了上風 亦都在整個歐洲議會的議席裏面 大約七八五十一席裏面 暫時初步 大家覺得會佔一定大比數的議席 但唯一的問題就是 這邊雖然佔大比數議席 但另一邊雖 一些所謂的移歐派 即是對歐盟方面的執政質疑 或者是反對的黨派來看 其實他們的議席都不斷上升 雖然未去到最大黨 但起碼在議席上看 現在有些分析都覺得 剛才提到的七八五十一席來計算 可能都拿到八三席 這些水位度 其實都有一定的左右性 而這些所謂移歐派 分別來自法國的極右派的民陣 甚至乎英國的獨立黨 希臘的一個激進左翼聯盟等等 這些來說 其實大家以往都會有聽過 如果以他們的黨派來計算 如果接下來都拿到一定議席的時候 其實對未來中長線 歐盟方面的執政上看 會有些的左右性 可能大家不斷都知道 久不久又會有些政策 可能在頭片裏面過不了 甚至可能有些的推翻等等 變相來說 其實整個歐洲來看 的確我覺得慢慢看法上說 都會有些少少的亂 所以其實你說這一刻 雖然暫時大家覺得 歐元區來計算有些政策都可以幫得到 但是你說如果以歐洲議會來看 都有這麼明顯的分歧的時候 其實整個市場看 大家的憂慮 或者審慎的看法 我覺得這一刻都不可以叫做 這麼快抹殺著 我當然跟你跟進一下 德國方面的消費者信心指數方面的數字 6月份前瞻性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升到8.5 與5月份來說是持平符合市場的預期 5月份的經濟預期指標上升了6.4 去到38.5點都不近三年的高位 數據似乎反映了消費者信心方面 都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但剛才才提到 德拉吉方面都是擔心歐洲方面的情況 似乎都是龍頭大哥 德國方面的情況比他好一點 其實怎樣看回這個情況 如果以這方面來說 當然昨晚美國和英國都沒事 更加重要數據不多 其實只能從德國6月份GFK消費者信心指數去看 但如果以這個數據來看 其實過往的影響性大不大 或重要性大不大 其實真的不是太高 至於變相來說 昨晚出來 你見到數據是好的 跟與其一樣 或者跟前夕都保持得到的時候 沒錯 因為造成德國內的消費者信心 是保持著有個不錯的看法 但你剛才提到 即是自己也提到 始終這個數據的影響性不是太高的時候 你見到其實昨晚都只是對整個 譬如德國股市有個明顯帶動 另有個創新高的現象 但你見到對其他的資產 譬如歐元等等來計算 影響性就相對不算太高 但從這個情況來看 那見到甚麼呢 那的確就見到明顯的不同的走法 一來德國自己本身 數據上說 都愈來愈有個改善現象 不論從這個消費者信心的一個數據來講也好 甚至乎以之前的PMI數據等等來看也好 其實那個數據上說 都見到有個不錯的改善性 但這件事就龍頭的一些國家 做得比較理想一點 但很多的小國其實都依然是 還是有個困擾的 但當然我覺得一會兒去看 假設連龍頭都做得好 慢慢久而久之 那些之前說的歐諸國 都有機會做得好一點 因為特別見到近期 其實前日有些評級機構 都上調了西班牙 或者希臘一些國債的評級 意味著他們對他的看法 都叫人樂觀了 我們一會兒去看 假設連這些歐諸國 數據上說 都能夠上來的時候 我覺得才可以做一步 整個歐元區也好 或者整個歐洲也好 才慢慢補出前所謂的歐債 遺留回來的後遺症 如果不是的話 個別國家做得好 其實指標性 甚至作用性 我相信就不是太大 好 見到歐洲股市方面抽升 但見到港股沒有更新 反而要跌 現在這刻跌43點 還有22918點 看看A股方面的情況 見到A股方面 要跌三大指數 今天都要低開 上證綜合指數 現在是做2037點 跌3點 深淨城市 7266點 跌8點 護深300指數 2151點 跌4點 三大指數來說 雖然要跌 但波幅就不算大 其實跟昨天來說 都有些雜幅波動的情況 今天A股是否會繼續 昨天來說 總理習近平 有些不同的 習近平方面的言論 支持一些不同的板塊 對於個別的板塊來說 好像新來電股 又或者是電動車方面 幾個板塊來說 都有刺激性 但今天來說 又怎樣看A股方面的走向 暫時A股來說 我覺得方式 依然不太大 雖然有個別的總理 剛剛之前的周末 就有些的說話 刺激回不同的板塊 例如山兩元汽車 或者不同的行業 但這些所謂的言論 其實大家過往都知道 那個的炒作性 都是其量一兩日所謂的課仔 原來對整個市來講 究竟能否有一個很持續的刺激 其實就真的不算太有 而且以今早早來計 其實見到有些消息講到 隨著經濟放緩 其實內地很多地方或者很多省市 都自己調低了十二五個GDP的一個目標 變相這些因素來講 相信對整個內地市 都會是傾向比較反覆少少 更何況以技術上來看 之前都講過 其實整個上證 無論這段時間升跌也好 其實都依然跨著二千至二千年六十點去上落 即是六十點的變化 之前都講過 只要一天不會在哪一邊有個突破的時候 假設向上突破不了二千六零 我覺得很難確立到一個聲勢 而為何轉向下跌不穿二千 也未必會有西能的跌浪 所以暫時在這個區間 都依然是走不出 或者是突破不了的時候 其實整個內地市都依然是紮覆著上落先 所以暫時以這刻來計算大約二零三七左右 我覺得短期看有沒有機會慢慢升到小 可以試一試上大約二零六零的水位 但是又破不破到呢 我覺得短期來說 都未必會有太過可能性 因為始終一來都誘了比較久 成交又不是太大 而且又不算有太多大的刺激因素 可以令到試上去 所以我覺得短期 都是看回剛才所說的 不斷提二千年六十點 我覺得破不了的時候 仍然保持著反覆代表格局為主 然後在A股方面 問多一點 雖然說昨天國家主席習近平方面的言論 個別的板塊有刺激性 但是之前總共利一康都說到 之前的數據顯示 其實經濟下限的壓力比較大 樓市的陰謀未過 其實對於A股來說 就像你所說 大家擔心的達幅波動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期望 如果投資中資股的時候 應該要怎樣做 是否真的藉著不同的消息 去查個別的板塊 還是應該怎樣做 如果以這件事來計 當然 以股線來說 究竟中資股怎樣部署 當然中資股這個詞語 比較廣泛 例如中資金融股 例如內險 內銀 中資捐商股 或者內房 等等不同版 只要這樣數也數了四五個 更何況還有環保股等等 很多都有不同的投資板塊 只要就著總理的講話 或者這刻的看法來講 究竟中資股怎樣去買 或者怎樣部署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 當然一些叫環保股 這些政策股 其實幾時我相信 都看法做人樂觀 只要一天內地的方向性無變 只不過是快和慢之分 所以便上 理論上說 他們一定的政策 是扶持這些板塊 這些行業 說便上我覺得這些板塊 其實之前都說 逢低其實都是一個吸納的機會 特別之前那一陣子 很多這些股份都回得比較多些 其實現在慢慢都可以叫做去厚一厚 而二來的 你說剛才說的一些傳統的 譬如中資的金融股等等來計 雖然近期回足比較多 甚至今來計內地的事 都不算太有一個正面的反應 但是昨天都自己說過 假設你是一個持有中性的心態 我覺得其實內險股的價值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又不算一個太差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因各邊不同的板塊 都會有不同的部署 好 接著和你看看 港股方面的責任情況 今天來說 現在跌著52點 最近22,910點 看看昨天方面 港股方面的成交都明顯比較淡靜 全日都不夠400點 不夠400億 而其回到期指在結算之前的大仙 公民氣氛仍然比較濃厚 行指方面會不會繼續在23,000點方面的增持 還是有什麼因素困擾著港股呢 當然你說負面因素困擾著 其實依然都是那幾樣 一來內地方面的經濟情況 二來就見不到太多大規模的設計措施 而歐洲來說 剛才說到都有個別的 譬如議會選舉 或者等等 都有機會阻擾著港股 但這些因素其實長期都存在 變相對港股負面的效應來說 我覺得就不算太大 除非突然加劇了 否則港股未必會跌得太過殘 但當然了 跌得不殘也好 我覺得又未必有個太大的上升動力 因為之前也說過一點 整個港股有之前的低位 大概2700 這邊位上到近期23000 其實這一個月左右 都升了近13000 無論是升幅上看 或者波幅上看 都已經足夠了 而且你見到特別 去到二賣千百 樓上這二百多三十點區間的時候 港股成交明顯縮得都幾明顯 可能由之前的五百多六百億 都縮到四百五百億 甚至昨日都是剛剛四百億左右的邊位 變相我覺得如果成交這麼低迷 其實都幾易未得到 短期其實港股未必能夠再有個太大的一個上升動力 反而可能借著奇蹟因素之下 有少少的整股都不出奇 但正如剛才這麼說 整股也好 跌幅我相信不會太大 變相短期來說 都是以大概十天線附近 二萬二千百 二萬二千七附近這邊位 做回即市的支持 而上面來算 都以早派的高位 二萬三千一附近 那算面上這幾天來算 我覺得隨著市況比較靜 或者沒有太多變化的時候 都是大概這三四八點區簡 上落先 好,謝謝Rafi對大使方面的分析 和外圍方面的一些提法分析 和大家都先跟進一下 主要藍首股現在這一刻的最新表現 匯控暫時沒有升跌 最新報80.9 中移動要跌不超過百分之一 中國銀行正在三個六毫一 沒有升跌 工商銀行跌三先 而建行跌一先 最新報五個六毫一 港交所升兩毫 中人數跌不超過百分之一 現價做二十個三毫半 有幫保險升不超過百分之一 至於騰訊方面 暫時沒有升跌 做一百一十一個四 禁殺中國跌近百分之一 長江實業升一毫 新同基地產升兩毫 至於九倉方面 要跌超過百分之二 中海外現在這一刻 和外圍之地都跌近百分之一 看另外幾隻 石油石化股全面向下 中海又跌四先 中石又跌七先 中石化跌九先 現價做六個九毫三 崑林能源跌八先 至於中國神華現價佈二十一元 沒有升跌 暫時來說跌幅最大的南手 是華現創業 正在跌近百分之三 正在做二十二個三毫半 至於另一隻 暫時來說 今天做得比較差 就是九倉 現在跌近百分之三 最好的南手 暫時來說 是中原太平洋 編號一一九九 暫時來說 正在升超過百分之一 正在十個六毫二 這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Rafi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過的股份或相關資產 自己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謝謝Rafi 這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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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